好,今天我们讲了重点的就是这个加法法则和减法法则 那么内容呢已经全部讲完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吧 一块回忆一下我们这些课学习的内容啊 第一个加法法则它有几条呢 三条 三条 同号两个数相加 取它们相同的符号 并把绝对值怎么着啊 相加 相加是吧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是 一号两个数相加 取什么的符号呢 绝对值较大的 绝对值较大的那个数的符号 并把绝对值 相减 相减是吧 第三条就是 任何一个数和零相加 是不是都等于它本身啊 对吧 这是我们的加法法则 一共有三条 那么我们提到了 在加法里边是不是有一些计算技巧的 小学学过的呢 到初中依然可以用 另外还有两个率 还记得是那两个吗 交换率和结合率 这两个呢 也依然可以使用 所以做一道题的时候呢 要先观察 然后呢 再去进行操作 不要从左往右一次运算 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减法法则 减法法则比较简单吧 几句话 一句话 一句话 怎么说的呢 减去一个数 就是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是吧 好 那么就是要把减法变成什么呢 加法 但是我说了 不是说每种减法 你都要变成加法的 哪些是要变的 哪些是不变的呢 减去一个正数 这个时候变不变 不变 不变 减去一个负数的时候 是不是再变加法来做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过的减法法则 那么加法和减法 他们的运算顺序 大家知道 这个运算步骤应该是什么呀 第一步先定什么呀 符号 先定符号 然后再定绝对值 这加减法都一样 先定符号 再定绝对值 那么对于这种混合运算 我们怎么办呢 每次建议大家先去什么呀 先去括号 先去括号 是吧 该加的加该减的减 然后建议一般把减的怎么办 放在一块 把加的怎么呢 放在一块 这样来算一下 或者这里边有一些是能够结合的 你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先合并一下 比如两个东西互相反数 或者两个东西的分母相同 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先算这一部分 对吧 这都是一些运算技巧 另外呢 我们还涉及到了这个列项法呀 等等等等 一些小学奥数的知识 是吧 这个呢 如果没有学过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补充一下 我们在这呢 就不再多讲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 今天课程的重点 课程重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讲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最后呢 给大家留意到思考题 就是这个例五啊 A是最小的正整数 B是最大的负整数 C是绝对值最小的游历数 D是绝对值等于2的数 则A加负B加C加D等于多少 来这个题 有没有发现跟我上一讲 留的那个有点像呢 它是不是也不告诉你 ABCD是多少 它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 那么同学们呢 自己来做一做 看看最后的答案是多少 看看最后答案是多少 这道题呢 我们留到下一讲再讲 信涛哥得满分 同学们 我们下一讲 再见